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业内机构美银证券日前发表严报纸 基于行业报告中对先进半导体供应及高效能运算HPC需求的分析 该行对台积电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随着盈利预期持续上调及估值仍有提升空间 该行重申对其买入平等 基于2027年预测适应率20倍 目标价从1800元新台币上调至1960元新台币 该行认为台积电在人工智慧领域不断提升的产业地位 即未来5年约4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有助于其获得估值重估 大摩预计为响应回答等主要AI客户的强劲需求 台积电正考虑将2026年3奈米产能目标 在原基础上再增加2万片每月 总产能获达16万片至17万片每月 此举可能推动其2026年资本支出大幅增至480亿至500亿美元 远超市场预期 这也被市场视为对全球半导体设备行业的积极催化剂 没有台积电就没有挥打 黄仁勋跑到门口要货后 台积电被业内曝光考虑扩大产能 11月中旬 据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出的延报显示 台积电可能计划在现有预期之外 额外增加2万片每月的3奈米晶圆产能 该行最初预计台积电2026年的3奈米产能 约为14万片至15万片每月 但最新的据记表明 这一数字可能被上调至16万片至17万片每月 而这一动向紧随挥打执行长黄仁勋 近期对公司的高调访问之后 黄仁勋在访问期间公开表示 挥打的业务非常强劲 并已向台积电请求提供更多晶片供应 如果该扩产计划得以实施 将对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产生直接影响 据估算 新增产能将需要约50亿至7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支出 从而可能将台积电2026年的总资本支出 从目前约430亿美元的预期 推高至480亿至500亿美元的区间 这一潜在的支出上调 被市场视为对全球半导体设备行业的积极催化剂 此举不仅反映了AI需求的持续火热 也进一步证实了当前AI供应链的主要矛盾 以从后端封装转向前端制造 报告明确指出 CoreOS先进封装已不再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真正的短缺在于台积电的前端晶圆产能 以及ABF载板等关键材料 由于三奈米产能告急 台积电或腾挪就产现扩产 据了解 随着辉达、AMD、Lchip等客户争相下单 台积电的三奈米产能正变得日益紧张 报告指出 此前业界普遍认为 台积电希望保持其先进制程产能的满载利用率 因此对扩产持谨慎态度 然而 在辉达等主要AI客户提出要求后 其三奈米产能计划可能已经改变 根据台积电管理层在业绩会上的说法 台湾所有新建的捷径式空间 都将用于二奈米制程的扩张 这意味着 三奈米的扩产需要在现有晶圆厂内进行 为解决空间问题 大摩最新的调查表明 台积电可能考虑将其位于 515晶圆厂的22奈米、28奈米设备移出 并将这些设备留作未来欧洲工厂使用 从而为新增的三奈米产线 腾出宝贵的捷径式空间 根据该行的预测模型 这一调整将使台积电 2026年的三奈米总产 能从原先估计的14万片至15万片每月 提升至16万片至17万片每月 而接下来 台积电资本支出或大幅上调 这将立好设备厂商 毕竟产能扩张的背后是巨大的资本投入 分析师Charlie Chang在报告中测算 以每千片三奈米晶圆产能 需要3亿美元资本支出计算 新增2万片每月的产能 将对应50亿至70亿美元的投资 从而可能将台积电 2026年的总资本支出 推高至480亿至500亿美元的区间 这笔额外的支出 将显著推高台积电 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测 报告认为 这一潜在的资本支出上调 对全球半导体设备 行业情绪构成利好 该行也因此重申 对台积电 晶圆电子 日月光等行业公司的增持平等 而台积电资本支出的变动 是观察半导体行业景气度的 关键风向标 上调资本支出 通常意味着 公司对未来市场需求 抱有强烈信心 并将直接汇集上游设备供应商 现阶段 CoreOS不再是瓶颈 前端晶圆成关键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市场普遍将CoreOS先进封装技术 视为AI晶片供应的主要瓶颈 然而 报告再次强调 这一观点可能已经过时 报告分析称 尽管大型科技公司 纷纷宣布了庞大的资料中心 电力部署计划 但将其转化为对CoreOS的需求后 测算显示台机电 及其他厂商的CoreOS产能 应足以应对 报告指出 真正的瓶颈在于前端的晶圆制造能力 以及ABF载板和TGAS玻璃机板 等其他材料的供应 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产业链的侧面印证 据路透社报道 ASIC设计服务公司LCHIP 也重申了3奈米晶圆短缺的困境 这表明 即使后端封装能力充足 若前端晶圆供应不足 AI晶片的最终产量仍将受限 在此背景之下 AI需求持续强劲 挥达等客户持续增强产能 台积电考虑紧急扩产的根本驱动力 源于以挥达为首的 AI巨头们永不满足的算力即可 黄仁勋在访台期间 毫不讳言没有台积电 就没有今天的挥达 直观地揭示了 其增长对台积电产能的深度依赖 报告数据显示 在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客户需求构成中 挥达和另一家美国客户 是最大的需求来源 并且预计在2025年及以后将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 报告预计 到2025年 AI相关收入将占到台积电总营收的25% 从特斯拉的AI5晶片设计 到各大云服务商对AI服务器的持续投入 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 在可预见的未来 对最先进制程晶片的需求将保持强劲增长 台积电此次的扩产考量 正是对这一市场趋势最直接的回应 也预示着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资本竞赛 仍将继续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